Hello 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合伙一起玩玩具 我们今天呢是继续想跟我们的小朋友呢 展示我们的OBIS CRUSH 水晶宝宝的这种制作我们杯子蛋糕 甜点各种各样的好玩的这种甜点蛋糕的一个玩具组套装 我们上期呢跟大家介绍了一下 我们可以制作出来非常棒的一个杯子蛋糕 我们今天呢就想跟大家一起来展示一下 怎么样可以制作出来一个爱心型的蛋糕 我们这边呢是想给它做一个这样的爱心的一个形状 这边是由我们的一个说明书 说明书上呢大概会告诉我们是怎么样把它做出来 要用到我们的裱花袋 然后呢给它进行一个按压 然后给它进行一个定型 就可以做出来了我们的爱心 那么我们就先来试一下 我们先要选出我们的水五猪猪豆 这边是由公主刚刚的一个颜色 我们好看的 打开 这边是小 NF1 脂 aquela 这边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哦 做出来的画得非常的漂亮 我们会再继续做几个爱心 然后呢 可以看到我们的爱心呢非常的顺滑 还可以让它这种跑来跑去 超级的可爱 我觉得它的颜色非常的棒 我们这边呢又做了几个 这种水舞猪猪豆的爱心 感觉它的颜色呢 其实可以让它更加的丰富一点 不光呢 说我们的蓝色和粉色 还可以把我们其他的颜色呢 进行一个勾兑 在做的时候呢 其实也可以让它呢 进行一个这种颜色上的一个创新 比如说呢 你去把它的颜色 进行一个这种人工的一个 合在一起或者是去给它分开 我们这样的话呢 就是比较的这种随散 然后你可以就是用裱花袋呢 首先先做一个粉色挤在一边 或者是然后再加入我们这个蓝色 然后再加入我们这个绿色 我觉得这样做出来的水舞猪猪豆 或者是水晶宝宝的这种爱心型的这个模具的话呢 会更加的好看一点 它应该是想要模仿我们生活当中的这种爱心那个饼干 然后烤出来呢或者是做出来的话呢 也是非常的好看 非常的经典 非常的漂亮 好了 希望你能够喜欢 不知道你想要做怎么样的一个水舞猪猪豆 或者是水晶宝宝的这样的一个套装呢 如果喜欢的话呢 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们留言 告诉我们你们的个愿望 想看到更多的视频呢 不要忘了点订阅我们的频道 就在我们的视频的左下方 红色订阅按钮 每天都会有更新哦 不要忘了给我们点赞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希望你能够玩得开心 看得愉快 下期再见 拜拜